当然这可以给一个 先给一个提示 一会儿我们再说参数的事 input这个地方 必须填的type等于text对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也是什么样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个样子反正有点土啊 我们一点点改 没关系 这个现在没有错 好没问题 那么在这没有错以后呢 底下有几个东西是我们要 现在要传下去的 比如说首先对于input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给下去的嘛 对于input这个东西呢 现在有几个地方要做 第一个就是说input的这个地方 应该有什么呀 input的这个地方应该有id 应该有name 这是他应该有的 对吧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place placeholder placeholder是说 你当时在那什么都没放的情况下 我给你一个站位的东西 对吧 这是input的上面有 然后呢 那底下上面这个for 这个for应该有什么 这个label上的for应该跟底下的这个东西id 应该是一样的对吗 但在这里边应该写成什么 html for对吗 我们先搁这站位符写着啊 写完了以后一会儿 一会儿我们再说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这有一个什么东西 这得有一个传进来的告诉我这个label name是多少 对吧 那么好 我们在这写一个this.pops.mylabel name 那么这儿呢 这个让它等于 这都是要传进来的 this.pops.myid and name 其实跟id和name是一样的 那么这俩id 也就是传进来这个id和name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都让它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没问题吧 然后的话呢 那么在后面最后的地方呢 那么placeholder 那么我们还要给一个myplaceholder 好 那么这儿我们看有几个参数传进来 一个 两个 三个对吧 有三个参数传进来 那么这三个参数传进来 那么现在我们在input上干嘛 我们在input上开始加这三个东西 对吧 第一个是mylabel name 这个地方的mylabelname我们等于多少 我们直接往下放啊 这个地方所以等于用户名 对吧 然后呢 myplaceholder myplaceholder等于什么 请输入问候名 对吧 然后 myid and name 等于什么 这个地方应该是user name 对吧 这什么情况 好 我为了那什么的话呢 我就把它拷贝一下 这个地方要改密码对吗 为了好看点 加两个空格加个冒号 然后这个placeholder 请输入密码 然后这个呢 是password 对吧 当然来讲这里边我们做了有一点粗糙啊 就是这个地方input的时候这个type 其实这个type也应该跟着跟着那什么变 我们应该再加一个 但是我们这里就懒得加了啊 我就偷了个懒 大家那什么的话可以把它也加上 好 我们刷一下 看到了吗 现在这个东西出来啊 当然因为这个这个宽度有问题啊 一会我们再调啊 就是你点这个字符啊 这个已经能用了 看到了吗 好 如法炮制 我们再去看这个button button这个地方应该怎么配 button这个地方需要几个 button type button 这个东西没问题 然后剩下的是要配什么 这button要配个name吧 是value等于 第4.probs.btnbutton name 对吧 然后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上 我们应该给它什么东西啊 我们应该把btnbutton name写上 btn 这个大家看一下啊 我的这个 我这个匈牙利表示的写法又出来了 这个 大家就就就就那什么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 这个地方应该是 注册 这个有的时候 写代码呢 这个东西是一个习惯 你看因为我一不小心 匈牙利表示就会溜出来 啊 登录 好 那现在这个东西看上去呢 跟这个看上去就差不多了 了 这个地方呢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就会解决她 这个地方呢 在凭东西看上去呢 那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